手机它掌握着我们所有隐私 所有的秘密 有一些甚至连最亲密的爱人也并不了解 如果在你的男女朋友暂时离开时 他留下的手机一直接到一个看似特殊的异性的电话 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本次观察的地点是在卡伦比咖啡 我们邀请了五对情侣来此用餐 受邀的每对情侣中 有一位是导演组的过主 另外一方则完全不知情 观察开始后 知情方会借故离席 前往预先设置的观察总指挥部 而他留在现场的手机 会持续接到貌似关系特殊的异性打来的电话 面对这个神秘的来电 他的另一半会有什么反应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观察 第一组女性观察对象 是这位穿着旗袍的女生 看起来非常保守的她 会介意男友手机的特殊来电吗 首先 男友借故跑路 随后 陌生来电准时登场 这次 我们给来电设计了一个容易让人浮想连篇的名字 甜甜 面对这个名字 女生会如何反应呢 她一把抄起男友的手机 似乎是被甜甜这个没品味的名字恶心到了 露出了相当嫌弃的小眼神 本着恶心人恶心到底的精神 栏目组决定 让甜甜再发几条微信过去 看看女生会怎么做 面对三条看不出什么鬼 但极有可能有鬼的信息 女生嫌弃的小眼神再次爆发 而且 这次好像还带了点杀气 为了试探女生的情绪 栏目组把男友放了回去 男友刚一落座 被甜甜的电话和信息热毛了的女生 就向她开炮了 她的第一炮就打在了甜甜这个名字上 甜甜 哎呦 都不叫甜心啊 甜心也行啊 我同事同事 同事同事 姓甜明甜啊 她们有全名啊 姨称 姨称 问问男生轻描淡写的解释 女生并不买账 她显然已经吃了一肚子老陈醋 我的姨称是没有人家甜甜好吃的 这甜甜都是甜啊 女生的姨称不是宝贝吗 是 你可以叫甜甜甜 那下的女人不叫宝贝 你可以叫甜甜甜甜 那下的女人不叫宝贝 这绝对是本次测试中 最具有人身处理的一句话 姑娘 人事简单 有些事情还是假装糊涂一点吧 就是我公司一同事 她最近失恋了 男友绝不会想到 这句看似平常的台词 让女生的杀气再也无法抑制 将升级到第二阶段 她失恋了她倒你啊 别自行长官家 她是别人只要失恋了 都可以被她倒你了 都不知道女儿才过来 用一连串咆哮 女生向所有人表明 这个男人已经被我承包了 对于一直躲在暗处 威胁她承包权的甜甜 女生决定 险律师小记把她引到名处 要不叫宝贝见一见 来啊 这么来啊 如果我跟一样女朋友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拍到你 面对无助的男友 我们表示无比同情 导演组决定马上终止测试 告诉女生真相 其实我们是一张电视节目 广东卫视幽默观察家 啊 你当时是生气了是吗 不是 我当时好激动 你激动什么呀 我想她这么爱我 怎么会有别的人 还是给她打电话呀 你是吃醋了吗 你觉得情侣之间 可以相互看着情侣 肯定可以啊 接下来我们的观察微笑 是这位笑起来非常甜美的女生 和男友交往三年的她 会在意男友手机 有显得特殊的异性来电吗 首先男友借骨离析 前往我们的第二现场 在拨打电话之前 先来问问她对女友的表现预判 女朋友挺舒语的啊 是啊 她有生气的时候呢 很少有生气的时候 她生气的时候说话也是很柔的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基本上都挺文柔的 应该没什么 这个放心吧 订话讲了 是一个女生的那个照片 她看到会什么反应 她应该不会有什么 很过急的反应 非常好 下面让我们对男友的话 来做下验证 听到铃声 正在写字的女孩 好像感到了什么风吹草弄一样 她的双眼瞬间盯紧了来电显示 好像稍微有点不开心的样子 看到女孩的反应 导演组适时放出了第二波大招 在放下电话之后 女孩好像突然有点口渴了 什么 居然一口气喝完了 难道是想浇灭心里某种不安的情绪吗 你飞水 为了搞清楚情况 导演组赶紧把男友放了回去 嗯 很和谐的画面嘛 但是 正当我们以为画面 可以一直这么和谐下去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女孩在平静的外表之下 一直暗暗准备着和男友秋后算账吗 谁找你吗 你朋友啊 面对女友突如其来的逼问 作为卧底的男友十分敬业 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我你什么朋友啊 但是 沉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而这个代价就是 接下来发生了一切 让导演组 对这位卧底的命运 产生了无比的同情 谁啊 什么朋友叫铁店啊 铁店说加班加班加班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我没有 这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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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啊 我后面的我电话也都没有收照片 这谁啊 这谁啊 最后不出我们所料 女孩问出了那个 曾经让普天之下无数男士 欲哭无泪的经典问题 谁一杯 是不是不爱我 是不是不爱我 不爱我 看到这里打断一下 大家还记得 之前在第二现场的简短采访吗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 女朋友挺熟语的 是啊 这个很少有生气的时候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基本上都挺无聊的 你别说加班加班加班 他应该不会有什么 我急的反应 这是谁吗 这 看到这里 我们可爱的卧底 实在招架不住 对着摄像头 释出了救命的颜色 鉴于本组女生的表现 实在是远远超出日期 童年组毅然决定 今天的观察到此为止 我们吃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幽默观察家 刚才给你开了个小一下 这个电话是假的 你刚才是很生气对不对 我刚刚是有一点点生气 不好意思 你不是说他之前挺生气的 原来不会这样 他那个摔被子 你们看到了没有 刚才那个想摔还是想打 没有啦 其实我就是想喝口水 我很温柔的 再次我们要对这个姑娘说成对不起 我们男女的情感 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对 刺激了 但我觉得这男孩太棒了 我觉得这女孩 应该珍惜这个男孩 因为这个男孩 是一个遵守诺言的男孩 她对节目组都能够这样 跟合同对自己女朋友 如果换成我的话 她开始错误就 诶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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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